謝謝主席,那是不是有請諸位 來,麻煩諸位 主委好 主委好,我想這是老問題 104、105、106其實在預算評估報告裡面 其實立法院都指出來 就是你的安置基金裡面 雇用的這些相關單位雇用的這些籠券的比例實在太低了 那你如果就 你們會跟各所屬機構就業人數 雖然有到三成 可是其實還是 這個比例還是大家會覺得說 本來不是就是要照顧我們這些退休的朋友 那這個比例 其實那委員會這邊也提過很多臨時提案 那到底 這個主委你這邊有沒有一個大約的方向 希望能達到怎樣的百分比 原則上我們是按照持股率 我們來看這個問題 當然 那可是你這個基金那塊呢 基金管理會跟他的各分基金 20分16這個也太低了吧 雖然這個資料是比較舊的 可是你們現在有改善到什麼樣的情況嗎 除了我前面講老問題 上面這個 這個董事長 跟總經理這一塊都是降校級站著 沒問題比例很高 可是下面我們希望你們照顧基層這一塊 比例一直沒辦法提上來 你說有很多理由 可是我會比較擔心 就是說你的整個爭拔的過程 雖然開始有改善 前夜 可是是不是能更公開一下 前面最近關於軍中 這個所謂校級升少將這樣一個爭議裡面 其實很重要一點就是這個過程 你如果不公開的話 剛才大家問你過去軍中的經驗 我比較關心的是 退府會 可以分配位置更多 這個退府會權力又這麼大 關說的機會 我不是說 我不要問你說有沒有 我只是說 你如果制度不公開透明一些 未來董事長董經理是怎麼晉升的 你雖然說有一些標準 可是這樣標準夠嗎 是不是可以更公開一些 這個是我目前副院長 這個考試院副院長 他以前寫的文章 建林國營事業機構的董事長制 他裡面講得很清楚 要公開徵選 公開徵才 就是把你空了哪些位置 能不能公開在退府會的網站上面 真把過程裡面 他這邊講出審 副審 決審三個階段 過程也把它公開 退府會可以做到這個 高階人才這一塊 我知道你們有一些新的評分標準 這個我去年有質詢過 可是我在講能不能更公開一些 否則關縮的空間非常大 要跟委員報告 因為國軍退出於官兵輔導委員會 我們是安置退伍軍人 當然我們是這個條件 包接的退伍軍人 但是我們改善了 所以說我們現在是以專業為主 但是在這個改善的過程中 你降效這邊比例還是非常高啊 退休降效這一塊 我現在的比例 能不能公開在網頁上面 譬如說你哪個缺 哪個董事長缺 總經理缺 你就把它公開在網頁上面 可不可以承諾這一點 我還沒有說 在徵求這個企業的專才的時候 我們是公開的 而且是有網上徵選的 不是啦 缺出來的時候你就公開 但是你安置榮民的這一部分 還是我們的核心任務 我知道 你就是低階這一塊 一直成效不髒嘛 第二個 我會發現 獨立董事 你們有一些候選人的標準 還是以退出一官兵為主啊 主委 獨立董事意思是什麼 獨立董事要獨立行使職權的 是 那他有規定 你是一定要金管會 就是要上市規公司 要設獨立董事 這是從前年104年開始規定 所以你們來加油 為什麼要從我們 因為我時間有限 下一個 辛勤百貨 請問這個獨立董事 叫 劉志強 吳有明 不是 劉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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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你們派的嗎 這不是 這是我們偵選出來 他目前是領東大學的管理學院院長 那當初我們要找有必須要法商背景的人 才能擔任獨立董事 這是金管會的規定 之前的董事長 現在的董事長 吳有明之前是不是在當這個 所謂獨立董事 沒有 沒有 沒有嗎 沒有 確定沒有 因為獨立董事104年才金管會規定 劉志強不是軍人出身 是軍人 他原來是國防管理學院的副院長 退休的 所以你覺得這樣不會違反獨立董事的 他沒有 他是符合制約 因為所有的獨立董事資格是金管會都要審的 我知道啦 金管會公司法裡面規定 他不能有股份對不對 之前不要認職對不對 對對對 不要有子女在裡面 不要三成親以外 是是是 對 可是我們定這個公司法沒想到我們有個退府會啊 請問我們這個獨立董事劉志強他有沒有學長在這個董事你會裡面 呃沒有 沒有 你你你派這些國 你你這邊有幾個董事全部都你們派的 這些都不是降校級的 這些都不是 都不是 因為那個劉志強本身是國防管理學院畢業的 不是陸軍官校畢業的 所以他不是軍人 他不是軍人出身 我沒有否認他是軍人 所以他因為不同軍種所以他們之間不會有關係 呃基本上他是獨立行使職權 他不管他是什麼身分別 我知道他獨立行使職權 不是 主委我的意思是說 回到前夜 對不起因為我時間實在有限 獨立董事這一塊 你如果還是從軍中找人 處長或是主任 你這邊講的這個我都不接受 你不能跟我講說他是國防管理學院 他跟這些也是降校級退休的 陸軍的空軍的完全沒有關係 我跟你說我們在定公司法的時候 我們沒有想到上面有個這個退府會 這些都學長學弟 雖然沒有在公司裡面任職 可是有沒有專業上有聯繫 我的意思是說 未來可不可以獨立董事 最起碼要求 不要用軍職的 讓他真的能做到獨立董事的職權 獨立董事啊 如果說不用我跟我們退府會有約員的話 很容易失控的 報告委員 我跟您報告一個是 所以你 你最大的目標獨立董事是用來控制的嗎 不是不是 委員你誤會我的意思 長榮公司去年的您記不記得 兩個獨立董事倒閣啊 那個董事長一系之間就走人了 你獨立董事 就是因為獨立董事很容易被民鼓啊 很容易被民鼓啊 幼稚以利 我不再跟你吵啦 我也不再講說個人的問題啦 我就說 你制度上如果要改革 第一個 職權能不能公佈 過程跟他們更嚴謹公開一些 杜絕以後主委你被關縮的這種麻煩 第二個 獨立董事這一塊 是不是真的就用非君子啦 否則你真的完全跟獨立董事的意義 獨立董事意義是什麼 獨立公司股東且不在公司內部任職 或與公司或公司的經營管理者 沒有重要業務聯繫或專業聯繫啊 最起碼的要求啊 主委好好想一下好不好 好 好 許委員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是王惠美委員 王惠美委員